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维护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习近平主席近期同俄罗斯 乌克兰 欧洲 以及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密集沟通 深入阐述中方立场主张 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对话谈判是唯一出路 近期战场形势趋紧的一面 如所上升 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升级对抗的行动 对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 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正确方向 帮助冲突各方 尽快打开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 我们鼓励欧安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为支持俄乌重启谈判 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继续为尽快停火指战 恢复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 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乌克兰危机是欧洲长期积累的 安全矛盾的总爆发 危机的最终解决 只能建立在实现合作安全 共同安全和持续安全的基础上 希望各方深刻反思 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协商 一道寻找 欧洲的长治久安注册